近日吴亦凡被都美竹不断放垂的事愈演愈烈 7月18日都美竹再次发文 称自己和闺蜜收到尸体图 还表示如果吴亦凡起诉她 自己一定会要求庭审现场全程直播 她文中称 你真的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 我没想到你能做到这个地步 刚才我的闺蜜说 她收到很多私信 里面的照片是尸体图 我要来的几个发私信的ID 我一搜着原来昨晚也发给我了 而且头像还是用的我的照片 她还表示你赶紧起诉我吧 算我求你了 我想这个事快点了结 还有但凡起诉我 我必须要求庭审现场全程直播 要想让我把剩下的钱打回去 行 立马微博向我们所有受害者道歉 然后滚出中国 这里不欢迎你 加拿大人 近日东美竹再次公布几则视频资料 内容疑似无疑凡方寻求私下和解 试图用金钱买断这一切 网友们都以为多美竹会就此打住 但多美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收到的50万正在分批退回 他已经做好走法律程序的准备 堂堂正正的战斗 对多美竹最新曝光的视频内容 媒体向无意反方核实 对方工作人员表示不便回应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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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